歡迎收看今集《古壇事件》 我是Ivan 施生和李浩德兩位都放假 今天邀請到柏格斯分析員Jason 和我們一齊替更主持節目 大家觀眾好 Jason近來外圍的形勢也不太好 是的 美國剛剛將中國標榜為貨幣操縱港 而且人數都跌至七算的水平 禁風高浪高時有甚麼板塊有好選擇 其實我們都可以看港鐵 由高位到現在都跌了相當大的程度 是否可以一個拿貨時機 我們看看剛出來的業績 港鐵扣除撥備後 利潤增長26% 而且快息沒有減少 每個都是保持在0.25%的水平 雖然港鐵的鐵路運輸 是佔最大的業務範圍 但其實利潤的佔比只是大約10% 其實它最大賺錢和利潤最多的部分 是物業管理和租務的業務 那裏佔比有46% 其實港鐵有大概超過13個優質的商場 而且全部都是在鐵路運輸線範圍 上有住宅項目 下面有火車站 旁邊都有辦公室 所以港鐵的商場有絕對人流優勢 港鐵也有提及旅客增長 對租務也有不少影響 但近日的事件 有些放國旗下海 內地也有說 仍然要在香港罷賣 會否影響到下半年的租務的發展 其實我們可以看回2014年雨傘運動時 其實港鐵的物館和租務利潤 其實沒有跌過 反而有10%的增長 對比那段時間 2014年股價也有7%的增長 跑贏了恆子的3%的增長 剛才出來的中期業績 他也有說租務收入是有5%的勝負 除非運動去到惡化和加劫情況 否則長遠來看 租務也會保持增長 港鐵除了租務或運輸 也有地產發展項目 他昨天連報也有說過 他有130萬平方米的住宅項目 在等待收回錢 是的 剛才出來的中期業績 有說過日出看城第五期 接下來會在下半年開始入獎 他也有說過 接下來5至6年 都會有超過2萬個私人住宅項目 會陸續推出 最重要的是 他也有提及過 未來的小豪灣車廠發展計劃 這是第一個港鐵公司營合作項目 未來會有14000個單位 2月12日時 行政會議也通過草案 港鐵除了香港有業務 近幾年都很積極發展海外業務 其實海外業務有在英國 瑞典 澳洲和中國 都有他們的業務 連報在中期業績也有提及過 剛剛他們有一個澳洲的項目 在今年5月才通車 接下來這條澳洲的適離線 有可能將來可以延伸到CBD的地區 連報也有提及過 韓州5號地鐵線和澳門的輕鐵路 接下來都會在2019年下半年陸續通車 最近撥秘說過英國反而有些虧損的情況出現 可能是否擔心這不是一個增長 而是一個拖累港鐵的利潤 我們看看英國業務 撥秘是關於英國西蘭鐵路 大概4.3億港元一次性而產生的 其實這條鐵路是全長98公里 有203個車站 而這項目的港鐵是30%合營 通常港鐵的線路發展 是一個年期都說10至20年 現在還是很早的階段 需要多些時間去投資及準備 我們就靜待一下港鐵在外國的業務 會否成為其另一個增長元素 不如再說另一隻 相對穩健的領展基金 Jason 你怎樣看領展基金這隻股票 領展在高位99.8% 跌下來 跟隨一眾大眾地產股有一個調整 我們看看Bunberg的市場分析 接下來領展的市場率 是大約1.02倍 拍攝率大約3.2% Eat2 Day 也跑贏了一眾地產股 有15%的升幅 在這個低息環境之下 我們相信領展是比較有利的一隻股票 我們剛剛也看過MTR和領展 其實它兩個大家手持的物業 有沒有不同 領展的物業是具有更加多的防守性 因為始終它們的零售租客 都是來自一些民生地區 而且它們賣的都是一些必須品 之前它管理層在記者會說過 有一個2025的遠景 就說過要增持多些內地的業務 剛好撞正這些風暴 而人民幣跌穿七算 會否影響它來年的盈利 或者下半年的盈利 首先我們先看看匯率操縱國這個議題 因為今次美國標籤 中國為一個貨幣操縱國 是用1988年的法案 而非2015年的法案 所以相對的行動會少一些 我們看回人民幣現在在七算的水平 應該是一個短期的低位 除非貿易戰再加劇或嚴重的話 否則我相信中國也不會再肯 給人民幣跌到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 因為這個也會影響到它們的經濟活動 看回領展的投資 其實只有13.2%是在內地 而且它們的內地物業主要都是在一線的城市裏面 在上海、深圳、廣州和北京 我相信它具有一定的防守性 而且管理層是喜歡買一些具有潛質 和可以在未來10至20年 有發展空間的物業 所以領展我相信它們受這兩樣 人民幣和負幣操縱國的舉動 影響不會太大 我們香港人都很熟悉領展它們的行業模式 大家都應該有可能走過樂富街市 現在都變成一個樂富商場 Jason 你自己有沒有去過 Ivan 樂富商場是領展一個很好的例子 以前是一個又濕又熱的街市 普通年輕人好像我們一樣 都不會想走 但現在樂富零新一變 已經變成一個商場 我相信如果投資者想了解多點 關於領展的業務 其實可以走一走去商場了解多點 買股票最重要是做功課 如果投資者有興趣 都可以到樂富那裏走一走了解 今集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Jason 和我們詳細分析了港鐵和領展 下一集 詩生和浩德就會回來繼續主持股壇事件 大家就密切留意吧 餐廳去 broaden 下次能離開 姿勒請 現在比較好 北階 和領展 8開始 1 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